仙華節果然是來自盧凱族的老部落 雖然搬新家了 歡迎客人的方式還是很傳統 不僅如此 族人還把舊部落的聚落風格帶了出來 一直到這個新部落 家家戶戶都有庭院 都有圖騰 都有造景 從一路這樣過來 我發現每個住戶外面的門面 都非常漂亮乾淨 而且都有種些花花草草 這個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在我們部落這邊 我們的部落 對它與庭院的設計概念 就是它的實用性 因為我們盧凱族很愛乾淨之外 他們希望說 朋友們來有地方可以做 所以你會發覺到每個庭院都會前面做一個座台 對對對 那頭目家裡他不做座台的原因是 因為他可能很多人會在這裡聚會 然後他那裡可以做一個平台 就比較方便 那頭目的家屋為什麼會立那個石柱 對 的原因是那個是只有他可以佩戴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不是每個人 所以他加了一些太陽跟羽毛跟人像跟陶斧跟白布神 那個是象徵性他是我們這裡的酋長 OK 是 所以只有頭目才能有這樣的一個 對對對 一個裝飾門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圖騰嗎 一般來要等頭目三等頭目到小頭目幾屏 都沒有辦法去用這樣 要大頭目才可以 是 那唯一只有一個的就是 坦白說你是部落的雕刻師 因為過去的部落的雕刻師 他會送這些雕刻品給部落 因為不是部落的頭目 對 所以他可以擁有立這些他的雕刻品 哦 既然來到古草布蘭部落 一定要拜訪我們的大頭目 以示禮貌對不對 對 OK 好 我們過去吧 頭目 頭目 殺到 歡迎你們來跟我們好燒部落 哇 打擾 謝謝 謝謝 哇 進來的時候有一種會怕的感覺 你看整個門面這樣雕龍畫縫的 哇 會覺得那個氣勢就是不一樣 是 而且頭目呢 我們的國王呢 考察的國王 考察的國王 是啊 大頭目這樣的這些木雕作品 看起來好熟悉啊 一問之下果然就是彭水光牧師的作品 大頭目心居落成 彭牧師跟他的哥哥啊 特地來幫頭目布置門面 因為工藝師把作品裝飾在頭目家 這就是傳統 不過 等到頭目夫人請我們吃奇納夫時 我又了解了一下盧凱族的代客規矩 那就是客人不可以自己播奇納夫來吃 而是要等主人家未結婚的女孩子來播 尷尬的是啊 大頭目家的小姐都不在家啦 怎麼辦啊 現場沒有少女就不能吃啦 哇 那就今天我單18歲了喔 你看 你們會介意這樣喔 對啊 如果結婚不能幫男生播喔 我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 一個禮貌 禮貌啦 我就請他們 哇你要嫁給我了啦 唉唷 你當我的孩子還好 哈哈哈哈 欸頭目夫人謝謝咧 哇頭目夫人 我吃包的好 你們有 好不好吃不知道啊 我們也不曉得你們要來不然 你們要不然 哇好吃啊 裡面都是肥肉啊 對啊 搬下來已經有兩年了嘛 怎麼樣 步路的心情還有頭目這邊的 這兩年的心得怎麼樣 哦 當然我們搬下來是很不錯啦 嗯 不過我們現在就麻煩很大了 哇 頭目也會說麻煩啊 我們受穿了 我們就等死在這裡 哇 哈哈哈哈 因為哇 政府他給我們這個房子 雖然是很好 但是沒有 沒有做一個跌倒主事 像是典禮喔 我們可以去工作的地方 哦 現在老人家吃飽了就睡覺 嗯 那怎麼辦 不是那個燈石嗎 嗯 所以政府應該要想個辦法 我一直 每次開會的時候我都要求說 往信好山那邊做一個吊橋 對 他做一個吊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工作到那邊去 對 就這樣老人家就會心情很好 哦 這個很重要